当洪水如猛兽吞噬一切 他们如何承受失去家园的苦难 又如何在苦难中坚韧向前 洪水下去的话 我们重新家园 都市情缘 走进灾区特别策划 重建家园和你在一起 平凡与伟大 真情记录 都市情缘 情感心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 幸福配方是我们栏目策划的 全省首当心理援助节目 每周六晚上七点半钟 请大家记得收看 来看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 重建家园和你在一起 聚焦这一次洪涝灾害当中 我省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生活 我二楼的水都有这么大 我的被子啊 衣服啊 什么东西放到那个床床啊 都淹了 上水了 底下都有水了 那个被子都等水淹了 鄱阳县秋实中学安置点 安置的是离问贵到最近的邓家村 贵湖村两村受灾群众 就是我的那个三弟弟啊 他就到我房子后面 他就喊我姐姐 我就说怎么了 他到鱼蹄了 你赶快搬东西吧 我就讲完蛋了 怎么去搬呢 搬什么呀 不知道搬什么 我就吓了就哭啊 这个叫叫 虽然时隔决堤 已经过去二十多天 问贵到的绝口 也早已喝了 可对今年六十三岁的贵湖村 受灾群众黄赛凤来说 七月八号那天晚上的情形 依旧让他心有余悸 那个鱼蹄一倒 店就停了 我就知道 真的到问题了 完了完了 就吓得就边哭 就边讲 搬什么咯 我搬什么咯 不知道搬什么 吓得嘞 你知道我怎么办吧 就是我跟我老 老官两个人 15年前 照了一张照片 我两个人照的照片 就看到了 我那个房间里 那个那个 关那个墙上 搬什么 我就把那个照片 洗下来了 黄赛凤回忆说 慌乱之中 他看到了挂在一楼客厅墙上的 自己和老伴的合照 这张合照 成为黄赛凤抢救上楼的东西 把那个照片 把那个照片 搬到怀里 就打一个那个 我女儿四几岁在外面打工 就买的那个橡汁本 到那个抽屉 拿着一个橡汁本 拿着这两个东西 半生了 吓得不知道 吃鲜的东西 不知道吧 这是吓得不知道怎么 在中央电视台采访 颇阳抗洪的新闻中 黄赛凤抢救和老伴合照的事情 被报道出来 相关话题引起了观众的广泛讨论 甚至登上了微博热搜 那么这张黄赛凤第一时间 抢救的合照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黄赛凤说 因为太过慌乱和害怕 他没能抢救出 真正值钱的东西 和黄赛凤住在一个房间的 有他同村的好姐妹 因为白天户外的天气炎热 安置点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大家只能在房间里 打扑课消磨世间 他家里 包的三倍的磨 那个糙田 一起全部淹掉 那个稻田的包 成包了 这个的 黄赛凤口中所说的 三百多亩稻田 全部淹掉了的受灾群众 名叫王喜之 全部用了 那个擦样全部擦好了 肥料什么都搞下去了 王喜之告诉记者 洪水带来的损失 对他的家庭而言 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我三个儿子 大儿子 那个儿媳妇是走了 找到一生那个儿子 也是我们大爷 那个老儿子 他跟我说过 说这都很难过呀 那个老儿子 但是以前 他得的那个血血板减少 就半分钟那里就住院了 他走路是那个脚是有点 就是我儿媳妇一个人赚钱 说起自己的三个儿子 王喜之不禁红了眼眶 王喜之坦言 自己的三个儿子 离异的离异 残疾的残疾 在外打工挣的钱 值过温饱 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还是他和老伴承包的 那三百余亩田地 我老伴是前年 前年那个 我一去水 我一去学 就到南昌 去的 十几天 说起前年的这场 发生在老伴身上的意外 王喜之至今 仍然感到后怕 医生就跟我说 就问 我跟你说 你的老伴 那个我一去学 最好是都暖上去 我以前是他朋友 我去跟我儿子打电话 我儿子就 又汽车 又管他朋友来了 他说 原本他以为 只是一个小毛病 却差点 要了老伴的命 就是因为这样的家庭条件和遭遇 在维堤被洪水冲垮 家里的田地被淹没后 王喜之在安置店 天天以泪洗面 突如其来的洪水 冲回了他们原本幸福平静的生活 我去慌了 慌了呀 不知道怎么办呢 不知道怎么办呢 到家里 提到我平常 挑我的影响 提上楼 面对生活的苦难 他们选择用歌舞微笑前行 我慢慢站着起来 等洪水下去的话 我们重新家园 特别策划 重建家园和你在一起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日英博士奶粉 六针 千体配方 日英博士 被英美出品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洪灾当中 鄱阳县 鄱阳镇 桂湖村的村民 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尤其是对于承包了 三百多亩田地的王喜之来说 洪水冲走的不仅仅是田里面的庄稼 种子 肥料 更是他今年的希望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刚住进安置点的那段时间呢 王喜之是天天以泪洗面 这让他的好姐妹余国娇 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刚来的时候呢 我们几个人住在一起了 我那个哥哥家的是一间 他家的是一个大宝库了 中庭的是啊 那个水道是三不都没了 全部拧来了 他的丈夫咯 又是又是残妻咯 他两个人都哭哭啼啼的咯 晚上呢 我去走那个 事务区那里过去 问了一下咯 我说你这里哪个是书记咯 那个书记区说 我 是我呀 是你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为了安慰好姐妹 于国娇找到了安置点的负责人 我说你这里你给一个音响给我吧 就你接一个那个旧音响咯 时候呢 那一天呢 他就跟我拿了买了一个 一台音响过来 有了这个音响 于国娇有了安慰大家的办法 这个拿了这个音响过来 我就是叫他咯 以前到家里呢 我们几个人呢 也是到家里跳广场舞 我们是五八 我就说不要哭 我们去跳跳舞 我那个姐姐就说 跳什么舞 哪有心情跳舞 我就说姐去嘛 我们哭也是一天 笑也是一天 在于国娇的带动下 加入安置点广场舞队伍的人 越来越多 下去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四五个人跳 跳我就说 姐妹们原来跳的度过来 现在是广场舞 她说我不会 我说你不会 你不会呢 我就放那个简单一点的 这四个动作的 我妈妈叫你们跳 你们到后面跟着我们学 就会学起来的 她就慢慢就多了 去十几个 第二天就两十个 第三天就慢慢慢慢多起来 这样开朗的 通过组织大家 跳广场舞 调节心情 开导大家的于国娇 其实在这场洪灾中 同样损失惨重 8点20分左右 车员停电了 一停电了我就慌了 不好了停电了 那时我就知道 现在不好了 我去教了 现在不好了 倒了预体了 谈及7月8号晚上 于国娇告诉记者 为敌岛的时候 他们根本没有心理准备 因此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我去慌了 慌了呀 不知道怎么办呢 不知道怎么办呢 到家里 提到我平常 调我的影响 提上楼去 提上楼去 提到那边 站了站了站去 站了站去 就是提那个影响 于国娇的家里 经营着一家小卖部 一楼店铺里 放满货物 我看见我老公 她是有高血压的 拉着那么多的影响 楼上楼下 你跑起跑到 她就有病来了 我说拉着她的手 走走走 逃命去吧 就在清山寨 不怕没啥一啥 我就听我老公这样说 这是 不是我们能为的 离开家之后的这些天 担心浸泡在水里的 店面和货物 于国娇心中的难受 一点也不比往喜之少 我是这样想 你天天待着这里 铺也铺不来 是吧 你把孙子铺坏了 我们家里还有人呢 还有我儿子的儿媳妇 还有我孙子的生女 你是那样下去的话 我儿子的儿媳妇 也生难不住了 小时候还是 你小会减轻负担 我还是想象的 还是跟我儿子减轻 一点负担 我们两个老人身体好一点 他心情也好一点 是这样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与国娇积极地调整着 自己的心态 他说 年初因为疫情的原因 在外办厂的儿子收入锐减 如果自己再因为悲伤过度 而身体不适 那就是给子女增加麻烦 那就是给子女增加麻烦 做那个羊毛上加工的 帮助都要几万块钱 四万 是高现金的 没有收入 这个钱拿得来 家里留意的十几万 实在是不合适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在安置点生活的这些天 与国娇不仅自己一直十分坚强 还帮助开导身边的姐妹们 我是这样想 你那样带下去 我怕我儿子伸浪 淡浪不起 我就这样想 我慢慢站着起来 等洪水下去的话 我们重新加园 虽然提起洪灾的经过 难免伤怀 到了晚上 与国娇还是振作起来 和往常一样 召集姐妹们 一起到楼下操场 跳广场舞 不过和平时不同的是 这一晚的广场舞队伍中 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身影 黄赛凤的丈夫李中华 要和妻子一起 跳上一段交易舞 所以就一直会有痛 是吧 洪水过后 留下一片狼藉 地面的情况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上楼上面也上不去 那个门也打不开 我就好难过 我看见这么多的东西 全部一起跑掉了 重建家园 他们需要帮助 起码一条水的地方要扬 被子 红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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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加工 我叫天子清派 特别策划 重建家园 和你在一起 都市情缘 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冠状病毒不可怕 早外出 出门必须戴口罩 请消毒 七步洗手最有效 防大还得靠自己 帝国立民帝大家 南称博大耳鼻咽喉医院 专利专制 专业品质 电话8665个3 当鸿水如猛兽 吞噬一气 他们如何成熟 要如何在苦难中 坚韧向前 让他们的知识 更加多 我慢慢站起来 等洪水下去的话 我们重新家园 都市情缘 联为江西省洪十字会 走进灾区 关注灾后重建 特别策划 重建家园 和你在一起 8月13日起 每晚7点半 真情记录 温暖援助 住在鄱阳县 秋实中学安置点的 受灾群众黄塞凤 于国娇和王喜之 既是关系要好的姐妹 也是一起跳广场舞的舞伴 在姐妹们 因为洪灾遭受经济损失 心情沮丧的时候 于国娇向安置点的负责人 借来了一台音响 带着大家 在秋实中学的操场上 重新跳起了 每天大家都在跳的广场舞 黄塞凤的丈夫李中华 今年65岁 夫妻俩结婚40多年 感情一直很好 虽然因为车祸的影响 腿脚有些不便 但李中华 还是跟着妻子 一起学会了跳舞 我去看一下 她就不让我去 我今天不去 我明天去 我就不戳你的鞋子去 我自己去 我跟她生气了 黄塞凤说 她在前一天晚上 向丈夫提出 想要趁没有下雨 回家看看 却遭到了丈夫的拒绝 她就怕了 你回去看了 你会哭的 她就这样怕了 回去看了 肯定会哭的 东西全部映光了 肯定会哭的 在这里是很高兴的 昨天的呢 是不是 东西没了 你讲一下两下 是搞不回来的 是吧 就这样 她就跟我回去 黄塞凤理解丈夫的体贴 但是却依旧 牵挂着 静默在洪水中的家 要是你们去看了 你们也回南过来 是吧 家里 那个二楼 她是 趴那个阳台上去的 阳台上去 那个 那个 玻璃砍窗了 她就 把那个砍窗 下下来 爬上去的 后来嘛 走进去嘛 那个里面的 凑红红的 好难闻 还有那个冰箱里面 有的那个东西嘛 没有拿出来 那里面的东西 放到里面坏掉了 家里面如今的状况 黄塞凤只能从丈夫的描绘中 窥见一二 四个西蒙寺都也完了 二十几天全部烂掉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推出来 睡了的地方都没了 肯定回去要 怎么去睡 睡都不知道了 而这窥见的一二点现状 已经让她茶饭不思 寝室难安 这有三十几年 房子做得很早 那个房子做得很早 那以前呢 也没有放水泥 就是放那个泥巴 那个沙子 跟那个沙灰 没有放水泥的 害怕会倒 黄塞凤知道 最高的水位 成长到二楼 费尽搬上楼的被子和家电 最终也没能在洪水的侵袭下 幸免于难 不是我儿子啊 弟弟啊 全部打电话 讲 东西倒了 淹了 没关系 只要保住人的性命 不是这样讲的 我就 不是说 边办东西 就边哭嘛 边说嘛 我没事的 没事的 我 我就在这个房子 就待一个晚上 我跟我老婆 也是这么说 我的儿子住 那里 不让 不让我们待那里 黄塞凤坦言 如果要回到家里 重新开始生活 需要补充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太多 水泥的是 起码一条 睡的地方要要 床 被子 是吧 如果那个空调 你这样这个回去的话 空流没用 到家里也是待不住的 现在这个情况 也是知道的 是不是 那个冰箱 电气 8月1号那天 在时隔20多天之后 黄塞凤第一次看到 自家房屋的现状 还是很深 你看 那个大门 它们也涮一点点 水还是很深 里面的情况 里面的情况 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上楼 上面也上不去 下面也下不来 那个门也打不开 这个在水里 全部都是在水里 那个后门 你看 那个后门 净烂了 看到在水中泡了 二十多天的家 黄塞凤 不禁红了眼眶 心里 当时好难受的 还是没有看见 里面的东西 如果看见里面的东西 更难受 是不是 那里面的东西 很多泡烂的 里面的情况 不是 但是东西都是在水里 东西在水里 外面的东西全部 那个什么东西 那个家具 农田的那个家具 中菜的家具 那个全部冲走了 冲走了 在同一天 于国娇也看到了自己家 被洪水浸泡着的店面 这是一个真正的店面 店面里面有油烟机 没洗澡 这样我家也卖了 这里都是灯住了 都是那个灯泡 那个雪顶灯 各种各样的那个灯泡 等那个洪水烟 同时一起塌下来了 看着一片狼藉的店面 于国娇的表情 显得十分无奈 我就好难过 我看见这么多的东西 全部一起泡掉了 是一间大店 还有一个厂户 和黄菜凤 于国娇家中的房屋相比 黄喜之家的房屋 地势相对更高一些 在这次洪灾中 幸运的没有被洪水淹没 我去的是好简单 我自己做的简单的房子 200年都要简单的 2000年的时候 简单 98年嘛 98年不是大洪水啊 我们就简单高了 好高好高的地方去了 王喜之的丈夫 黄福才告诉我们 对于他家里来说 如今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和其他受灾群众 有些不一样 红薯啊 红薯 红薯我要把它加工 我想天子击开 天子击开了成红薯 到西粉 雪亭粉 雪亭粉再把它加工 虽然今年已经63岁了 黄福才依旧充满了干劲 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那么这么大把年纪 增一年 比个年纪又高一点 我就把那个身家工 这个高起来 就发现那个农民 其他个身家农民 度了中 度了我们就把它收购 收购我们的那个身家工 在这玩意想 虽然灾难冲毁了 他们的家园 只给他们留下了 一地的狼藉 但是这些村民们 也并没有放弃 重建家园的希望 他们一边忧心着 洪水退去之后 返乡将面临的困难 一边又畅想着 家园重建后的情形 在和他们接触的 这些天里 我被他们的乐观 坚强 深深地感动了 希望我们能够在 之后的灾后重建中 给这些可爱 可敬的人们 提供一些 力所能及的帮助 好的 今天的节目呢 在这就结束了 提醒一下 我们频道 联合省红十字基金会 发起重建家园 和你在一起 公益项目 汇聚社会力量 关爱受灾群众 请大家关注都市现场 或者是我们栏目的 微信公众号 向受灾同胞 伸出援手 帮他们尽快渡过难关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